我跟你講,2019年我第一次來到美國國務院 我覺得有一點,我一直覺得內心有一個疑問 就是說美國已經放棄改變中國了 They keep up to change from China 我那時候跟他講說,你為什麼不認為是你的方法錯誤 因為他們就很生氣,他說我們讓中國進入WTO 我們讓中國一百萬個年輕人到美國來 結果我們竟然沒有改變中國,所以我們不要跟他來往了 所以他完全叫contain contain 在contain跟權衝當中,他們已經放棄權衝了 就contain 我覺得很奇怪,這是我內心最大的原因 為什麼美國會放棄改變中國 我想問你就是對外交,因為台灣剛剛才跟共同黨斷外交關係 那你今天想要競選總統 第一我想問你就是你對持續斷交的國家有什麼辦法 或是你剩下的地方交通 這個是這樣,有一次我去馬拉威 我當過總統特使 當時一千萬以上人口國家,就只剩下一國就馬拉威 後來我們就跟馬拉威政,我說是這樣 我說中國很大,台灣很小,不要小 可是比那個priority list的時候,你在台灣是很前面 對中國來講你是很後面 我們是因為相對優勢才有辦法保有這些外交國家 不然那怎麼辦 因為我們人,我們只剩下14個國家 所以我要支援,我們要support他,跟他爭取 我們可以付的錢比較多 那中國要應付一百多國,他就priority list 就很難拉到前面去 所以對台灣來講,我們有形成局部優勢 relative advantage 要不是因為relative advantage 我不認為我們的外交保得住 那你之後的外交方向有 沒有啦,我覺得是這樣啦,自然就好 就是如果是,因為如果陷入金錢外交 我覺得我們也打不贏了